1点22分欢迎收听中广早报新闻 我是谢燕荣 今天是中华民国108年7月10号 农历几亥年6月初八 好快哦 今天已经星期三了 早报新闻一开始呢 还是要提醒大家 我们从现在开始 已经开启了中广新闻YouTube频道的直播服务 直播影音服务 大家可以随时可以上去啊 看看现场的运作状况 同时呢 我们现在已经有大概有快要600位热情的听众朋友在线上 也欢迎您的加入 随时可以跟听众朋友互动啦 讨论一下您对于新闻实施的看法 稍后在八点半钟 我们会把35分钟中广新闻的整段影音档案 上传到中广新闻的YouTube频道 还是要请大家帮忙哦 帮我们按赞分享 如果我们还没有订阅YouTube频道的话 记得按下订阅 同时如果有任何的问题 或者是想要回馈的话 可以上脸书搜寻中广主播谢燕荣的脸书粉丝团 记得按赞追踪 有任何问题留言给我 我会回复给大家 也谢谢大家的互动 好马上我们来关心今天头版头条的新闻焦点 各个报纸今天聚焦的重点 除了政治话题之外 今天在联合报头版头条 关心的是美国军售 而中国时报 今年头版头条 关心的是香港送中的最新发展 这个逃犯条例修例的最新发展 至于自由时报则是监察院的一个弹劾案 我们稍后一一来关心 先听到的是联合报 美国对台军售 今天坐在头版跟三版 相当显著的版面报道 先听到联合报 今天头版头条大标 美国售台108辆M1A2战车 这是国务院批准的军售案 也包括250枚次针飞弹 总价值685亿元 这是今年的第二度对台湾军售 而是美国总统川普任内的第四次 今天在联合报的头版三版 有针对军售内容 是不是符合台湾现在的需要 以及它代表的意义 做了相当多的讨论 联合报在头版头条提到说 这一次的军售 蔡总统感谢 是帮助台湾强化自我防卫的力量 不过过去美国官员曾经说 这次要卖给我们的M1A2战车 不适合台湾的地形 不知道为什么我们会提出 这样的一个军购需求 而在联合报的报道当中 有不具名的消息人士透露说 其实这一次我们需要的 并不是M1A2 不过美国执意要卖给我们 在我们彼此需求的情况之下 台湾只好买了 因为美国坚持要卖给你 联合报今天在头版头条 另外提到一个点是 新的战车重达63公顿 我们的道路桥梁 有没有办法承受这么重的重量 恐怕也是一个大问号 很多质疑 不过陆军参谋长杨海明 他表示说M1A2重量63顿 陆军先前已经对此测速评估 道路跟桥梁的承受度没有问题 据战车使用的120公里的炮弹 我方也严拟要引进生产线 这是部分的质疑 还有在军方方面的官方回应 联合报坐在了头版头条 再来听到在内页三版的一些分析 今天三版大标说 这是蔡总统出访美国之前 美国的欢迎大礼 台湾不需要M1A2战车吗 我国军事战略家可以自行决定 自行决定的意思是 反正我们钱先花下去 你回来以后怎么用 再来看情况 而今年第二度对台军售显示说 美国对台军售慢慢慢慢迈向常态 甚至比我们预期我们期待的还要更加的频繁 今天联合报的记者 华盛顿的记者张家 他说这批军售案 曾经大家有讨论说 是不是符合台湾需求 不过落在美中贸易谈判重启的前夕 以及蔡总统出访过境美国前夕 双方都有一些好的互动被视为是善意 也是美台关系大幅提升的一个代表 联合报今天在内文当中提到 过去曾经外国媒体多次报道 美中马上要重启贸易谈判 为了避免双方的气氛闹得不好 所以可能对台湾军售会喊停 不过昨天最新的宣布显示说 这样一个传闻其实并不是真的 因为毕竟钱还是要赚 所以老美还是把这些战略的武器卖给我们了 另外在一个点就是川普执政到现在 这是第四度对台军售今年第二次 也显现说双方自由于军售部分的往来是很频繁的 而在联合报在报导美方立场的同时 你要来关心中国大陆反映 昨天北京希望美国撤销对台军售 大陆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 昨天发出新闻稿说 美方应该立刻撤销对台军售企划 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严正错误的信号 也告知民进党当局 狭扬自重身高对立的行径会引火自焚 后果自负 好当然大陆的反应也是可以预期到 这有点行礼如頤 当然要叫美国停 当然最后还是不会停 一切都按照大家可以想象的一个程序在发展 好到底这次我们买了什么 对方卖给我们什么呢 联合报记者陈嘉文的特导当中说 M1A2胜利军对外避免大国竞争的危险 对内不畏己破坏民心士气 蔡政府都不备 两岸军备竞赛真的能够保护台湾吗 这个M1A2坦克是地表最强的战车炮 在波斯湾战争当中一炮成名 一战成名 相较国军现役的M60A3以及CM11战车 不管是火炮威力装甲厚度机动性 还有你坐在上面的舒适度等等 都有跨时代的进步 也是美军现役的主力战车 不过从性能来讲 M1A2跟次真 这个都是现在军火市场上的一时之选 只是说这是不是代表未来 如果台海真的开战的话 我们必须要在自己的土地上 跟敌军战机或者是攻击机 靠自己来一决雌雄呢 所谓国防乃至国家安全 本来就不是一种军备竞赛 没有这么简单 建立军事硬实力的底气 是必要的条件 但是绝对不是充分条件 对外广结善缘 避免把自己丢进大国竞争的最前线 也就是避战 简单来讲两个字 避免把自己丢到了最前线的战事 对内不可以用一己的政治利益 自以破坏社会和谐跟民心士气 今天联合报记者陈嘉文 他在特稿当中说 从这两个方向来讲 现在蔡政府的做法都是不及格的 如果打分数的话 是死当的危机 这是联合报的这个观点 至于这一次没有看到的是F-16V F-16V战车卡关了吗 在联合报的这个消息来源说 国军将领期盘25年的M1A2已经底定了 但是66架F-16V战机 只闻这个鞭炮声不闻楼梯 想完全没有看到夏文 说可能要等到大选之后才会有机会 这是今天在联合报 针对军售案的一些报道 做了头版三版 相当重要的版面 好再来谈是我们的总统 明天就要出访了 所以过境前夕 大家都说这是送礼物 第一次蔡英文总统要在美国跟媒体查续 明天出访送给友邦的八大国礼 也曝光了 这一次送给友邦准备的国礼 包括了这个刻画 包括英哥安达瑶的苗金彩绘水滴瓶 还有漆器创作者卢关中的漆器等等 上面画的包括台湾猕猴黑熊 跟台湾意象的番薯叶 都是比较有我们自己在地代表性的东西 从政治联想来讲 这一次蔡总统出访过境加勒比海斯友邦 除了访问海地圣克里斯多福 尼维斯圣文森圣路西亚之外 去城过境美国纽约 回城过境美国丹佛 过去出访形成个一段落举行的媒体查续 这一次是被获准在返程过程当中 要在美国的丹佛举行 每一个小小的突破 对我们的外交或台美关系来讲 都有指标性的意义 所以这一次在美国丹佛跟媒体查续 各个报纸都有点到 是相当重要的一个改变 中国时报今天在四版当中 则是来批评蔡一文总统 昨天也告诉大家这一则消息 宜兰跟美国城市缔结姐妹戏 而总统赫文当中自称是台湾总统 在国内政坛引起了一些讨论 今天中国时报在四版的特稿当中说 不承认中华民国蓝银呛小英 你当一个总统是当失格的总统 说违宪不以为过将失掉人民的尊重 堂堂一个总统为什么不敢说出国民呢 不过当然小英总统觉得我是台湾总统没有错 所以双方对于国民什么时候拿出来 是有不同的看法跟见解 今年中国时报引用的是 昨天兰英立委开记者会 昨天国民党团就此谴责小英改国号的小动作 心中只有台湾国没有中华民国 他们要求蔡英文退出中华民国总统连任选举 呼吁全民在明年1月11号下架蔡英文 下架民进党 而宜兰市长则说 其实有印ROC 就是在整个贺电当中有看到ROC三个字 不过国民党立委执意说 这已经触犯了所谓的叛国罪 昨天国民党总统初选参选人郭台铭 他也说蔡英文总统只有在特定目的 针对特定的人 他想要达到特定的需要 以及目标的时候才会喊出中华民国 其他时候都看不到 好这样一个讨论 今天在政治新闻版面也一样 是看得到相关的焦点 好我们再来听到的是 在选战议题的话题 今天早报的头版 看到很大篇幅抢救郭台铭的广告 今天包括中时联合自由 通通都有抢救郭台铭 半个版面 所以在内夜方面 我们就来听听看 为什么郭振英这么的紧张 今天看到媒体有两份民调 而这两份民调 不约而同都显示说 韩国瑜在这一次国民党总统初选的民调当中 可能会胜出 而且领先郭台铭的幅度似乎有加大 好先来听中国时报今天在二版引用的汇流新闻网 发布的仿照国民党初选方式进行的民调结果 在蓝绿萨卡都的情况之下呢 萨卡都的情况之下 不管是国民党派出高雄市长韩国瑜或者是郭台铭 都大赢率这个对手超过10个百分点 不过你来研究对比式或互比式民调 都是韩国瑜最高 如果两种提醒加总 韩国瑜获得35.583%的支持 领先郭台铭的27.219% 领先的幅度有8个百分点 好这是中国时报今天引用的民调数字 至于另外一份则是不敢念的水果报 水果报它今天引用的是 韩国瑜的支持度上升 郭台铭下跌 而且双方呢差了9.8个百分点 这是新高哦 显示双方的差距拉大了 不过呢 在对上蔡英文或者是萨卡都的话 你蓝营方面不管派出韩国瑜 或者是郭台铭支持度都是领先的 这是两份民调数字提供给大家参考 至于昨天在政坛大家拼选举 有一些政策方面的论述啦 或讨论以及攻防 我们也赶快来听听看 今天在自由时报的二版联合报 今天放在四版都可以看到 昨天其实焦点是放在郭台铭跟朱立伦 这两个人的针锋相对 自由时报今天的二版版头说 郭台铭抛出了军公教要比照鸿海加薪 而且郭台铭他说军公教加薪幅度 不能够比鸿海低哦 至少是7% 而且他也对军公教承诺我不是民进党 我绝对不会去砍大家的退休金 另外昨天郭台铭也把重点放在所谓的 伸张跟社福的政策 他说要由政府来成立100亿元的基金 来提供给身心障碍人士保险 他觉得这是基本的人权照顾最弱势的群众 让身障者纳保 这部分金管会以及我们的政府机关 昨天有提出说明说 其实现在的规定 有规定保险公司不能够拒保这些身心障碍者 不过马上我相信收音机旁边 如果有听众朋友自己有这样的需求去投保 应该会碰到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你真正去投保的时候 保险公司为了自己的利益考量 他们其实大部分会想尽各种方法 就是不让你投保 所以针对这部分 昨天在记者会上 也有一些身障人士出来 抨击政府政策 说这样的说辞 跟现行我们遇到的状况是不一样的 而郭台铭说 好这部分呢 我接下来会在整个预算的配置部分 用百亿元的基金来保障 我们这些身障者都能够得到保险的一个帮助 好朱立伦部分则是来催生 关心我们少子化议题 他昨天提出来的包括了 人工升职的补助 还有动卵补助 好今天的自由时报 并承载郭台铭的社服政策 做一个对照的报道 联合报这一则新闻也放在四版版头 说蓝营选战现在是激战 所以朱立伦力催生 而郭台铭拼社服 朱立伦昨天提出来的政策是 补助这个动卵 而当然有年龄限制 也有所谓的排富 朱立伦主张由政府补助 34岁到38岁未婚女性动卵 人工升职补助 也应该扩及到一般的夫妻 而预算来源呢 都是卫福部的预算来支应 朱立伦的立场是说 现在年轻人面临生活跟工作压力 要在适合生孩子的年纪 有经济条件又有足够资源 还要碰上对的人 不见得所有东西都凑在一起 所以他希望由政府来提供 这样一个帮助 但是动卵其实蛮贵的 所以很多人说 那你补助的钱来自哪里呢 是不是有一定的一个限制 他说有我们当然有限制 在人工升职的部分 以夫妻来说 每七对夫妻就有一对不孕 负担很重 所以现在他认为说 应该要补助特定的年纪的女性 来做这样人工升职 而在动卵部分也有年龄方面的限制 这是在今天联合报的一些报道 而在韩国瑜部分呢 昨先的说法则是 接受媒体专访 他呼吁呢 希望能够召开国防的国事会议 他说现在当兵之后 男孩子胆子会变大 心性稳定 而且勤劳打拼 所以呢 北韩人 其实很多很聪明人都去当兵 因为当兵可以吃饱肚子 他继续去提倡 希望鼓励大家 征兵募兵 并行让大家都来当兵 而且呢 他希望蔡总统能够提出动态的军力评估 刷新军事训练议的教程 同时召开国防的国事会议 王金平昨天出席 鸿门世界总会在桃圆举办的王金平 只有成立大会 很多人说他会脱党参选 甚至呢 举证相当多说 你看他的支持者都已经在帮他联数了 不过自由时报今天在二版说 王金平昨天澄清 他不会脱党参选 他说他所有的动作都是在帮忙整合基层 这是在王金平的部分 至于在柯文哲的部分呢 昨天有几个最新的发展 柯文哲一个是台北市议员钟小平 他本来是国民党 他想要选立委 但是呢 在选区输给了这个竞争的对手 在输了之后呢 他就昨天公开表态要退出国民党 来支持柯文哲选总统 好柯文哲的回应其实还蛮尴尬的 因为钟小平他也不知道这样的战友 对他来讲有没有加分 所以他昨天的回应是说 我在想想看 而且说这个钟小平支持我的动作 好像太大了一点 这是柯文哲昨天的一个回应 而柯文哲昨天也特别针对 现在国民党总统初选进行民调 发表了部分他的看法 他说很多人说 绿营现在在灌票力挺 比如说韩国瑜 如果觉得韩国瑜比较好打的话 但他觉得这样有可能玩火自焚 他也要提醒说 其实像过去住住姐 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显然就是对手故意在玩彼此 玩对手玩政党 说我故意把票灌给红秀柱 所以记不记得 红秀柱最高支持度 曾经来到40%多 这样一个数字是非常非常不合理的 所以在这个部分 今天健报的柯文哲 也有对于蓝绿双方 提出了一些提醒跟呼吁 这是在政治话题部分 可以看到每个报纸 不同的角度报道 好我们再来听的是 中国时报今天的头版头条 中时头版头关心的是 香港的修例最新的发展 中国时报大标说 逃犯条例已死 香港特首林郑月娥 她宣告说 修法完全失败 现在逃犯条例可以说是 寿终正寝了 同报系的旺报 旺旺中西集团的另外一份报纸 旺报也说 停逃犯条例 香港向前行 林郑月娥说 现在逃犯条例修订 已经寿终正寝 而且强调 希望学生能够不设前提的 跟她沟通 今天中时集团在头版 看不到反应 不过当然其他报纸都有 我们来听到的是 联合报跟自由时报 联合报今天在二版版头 引用香港特首 林郑月娥的话说 送中条例 寿终正寝 她承认修例失败 但是明镇拒绝 接受橄榄枝 这是重点 因为在反应部分 昨天林郑月娥 特别强调说 寿终正寝了 大家不要觉得有任何机会回来 她几乎是死掉了 不会回来 但是在反对者的意见 包括香港大专学生的组织立法会 民主派 以及发动百万人大游行的 香港民间人权阵线 通通都说 既然如此 如果都是寿终正寝已经死掉 你干脆撤回就好了 为什么不坚持 这么坚持不撤回 而是要用死掉 寿终正寝 暂停这样的方式 根本是大玩文字游戏 也是如果说真的是没差的话 为什么不撤回呢 所以在一些反对者跟示威者部分 他们不接受这样一个说法 觉得这根本是在糊弄这些民众 而建制派方面也非常的错愕 暂时只有民间联主席李慧琼出来支持 说林郑月娥是以寿终正寝 来形容逃犯条例修订 希望能够释除部分人的疑虑 事实上修例工作在政治上 已经不可能继续下去了 所以在建制派部分觉得说 怎么样的说法都差不多 希望大家能够坐下来谈 也希望学生能够珍惜机会 香港特派员李春联合报的一个观察 他说风雨念香港三大问找答案 关键三个月 接下来要看北京怎么出手了 这引用的是昨天的一篇文章 中审法院前首席法官李国能 在明报以及南华早报的发文 他说他代表的是香港传统的精英阶层 有三个问题表态 一个是认为应该成立一个 由法官领导的独立调查委员会 有助社会和解 再来政府在推动修例过程 犯下严重的政治错误 暂缓跟撤回其实没有什么差别 所以政府干脆就撤回好了 来帮助社会和解 再来林郑月儿已经真诚道歉 给他机会继续服务社会 但是呢 他必须要承诺 必须为香港人发声 以及要对反对示威者进行特赦 好这是今天在联合报的部分意见 不过纽约时报观察说 习近平接下来可能会用 更强硬的方式来对付香港 说现在习近平恐怕已经没有耐性 香港动荡太久了 根据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世界观 他可能会倾向用强硬的手法 来对付香港的反送中 而香港反送中还是会继续 因为现在明镇他们呛吓说 我们还会有更多大型的 一个游行抗争活动 今天中国时报在内夜的两岸新闻版 也有说 现在反对者有一个新的诉求 就是要反对撤销议员资格的诉求 这是三家的 而且14号还会在沙田再办大游行活动 这是今天在香港反送中 以及逃犯条例 在林郑月娥说 已经受终正寝之后 似乎香港的纷争 没有这么快会平息下来 经济日报头版头条 日韩的贸易大战 继续来关心三星海力士 够料现在外船会跨海求助台厂 所以我们的一些相关的供应链跟厂商 或许会在日韩贸易大战当中获利 今天经济日报放在头版头条 关心说 日本限制光阻迹等三大电子业 关键耗材出口给南韩 现在业者南韩业者担心会影响到生产 所以包括三星SK海力士 这些指标大厂都来找台湾 中国等各地业者 希望能够得到更多的原料 被点名包括南亚科华邦店 这些台湾记忆厂商 成为客户积极询问 以及拉货的重点 而联合报在内业则强调说 现在日本他特别强调 他们会不会撤销这些管制的措施 跟作为南韩的民众也很团结 其实南韩的民族性向来是团结 从他们拥护自己的一些品牌 或者对外立场一致可以看得出来 这次南韩民间也都在联署 希望大家能够硬起来 来对抗日本对他们的一些举措 说日本货我们通通都不买了 而且部分媒体在进行街坊的时候 有民众也说真的 不买日本货 对我们的生活确实带来一些影响 但是为了国家好 我们会坚持到底 所以双方似乎立场都非常的坚定 同时间日本的官方也有其他的法律动作 中国时报今天在内页说 日本拒绝撤回出货管制 所以文在寅呢 打算要向WTO来告状 希望国际能够帮他们争取权益 这是中国时报今天报道角度 而工商时报今天头版头条 关心的是台积电第一届的配席 台积电第一季配席 除席的交易日是9月19号 而且已经确定了 要配席两块钱 这是今天的工商时报 坐在头版头条 经济时报头版下半版面 也有这一则重点 台积电昨天宣布 今年第一季的盈域配席 9月19号是除席交易 每股配发现金两块 而台积电是台湾第一家 采用分次配席的上市贵公司 昨天拍版今年第一季 盈域分配除席交易日之后 也为台股上市贵公司分次配席 正式揭开了序幕 今年工商时报捧场 放在头版头条 而经济日报呢 则是放在头版下半版面的报道 好在财经焦点呢 两个财经报纸 除了头版头条之外的新闻重点 快速扫描啊 工商时报告诉您 贸易战不平静 美国要对中国开征 结构钢的关税 尽管说双方在赋谈当中 但是该有的一些筹码跟动作 还是不能够放掉 所以呢 美国要对中国开征结构钢关税 今年工商时报在头版二题 告诉您 不过呢 清晨最新的财经焦点说 其实美国跟中国的谈判代表 先行的代表 今天已经通了电话 接下来后面还会有进一步的发展 工商时报今天的二版版头 政委公明新说 2025年四个兆元会投资台湾 希望历称台湾经济 面板复苏 希望科技预算能够支援 苹果被调降平等 平盖三网脸绿了 这是工商时报 今天在内页的三版 好 告诉你台积电 这个配息的消息的同时 你要来看看 苹果被调降 平等 可能也会影响到这些供应链 这些概念股 包括大力光台积电 红海 都是受到影响 被点名的一些指标股 今天工商时报的三版报道 再来工商时报 那页五版说 黑松挺房客 调降微风的租金涨幅 银海买卖 银行去买卖海外债 额度增加百倍 美元重新回到多头 压扁欧元跟英镑的表现 换句话说 现在美元更加强势 包括欧元跟英镑 稍微比较弱势一点点 好 再来经济日报 今天的头版二题 ECB最快九月份会重启 QE高盛大摩都预测 欧元区的刺激经济时点 包括高盛 包括摩根史丹利 六家大型的金融机构 预测说 欧洲央行最快 今年九月或明年初 会重启量化宽松政策 买进欧元区各国的公债资产 因为欧元区的经济成长不是很好 而且通膨低于目标的关系 还有金控第二期 获利超过900亿元 国泰金赚340亿最多 富邦金蝉联EPS王 至于在内夜的话题 版面二版说 老航库去化资金大买公债 现在债势牛气冲天 锁定安稳避险商品 何库六月份买超82亿元 是最多的 再来综合性报纸 中国时报 今天头版二题 以及内夜三版 都在骂郭台铭 另外在二版 则是来捧韩国瑜 上来的舆论方向 都是如此 造神的部分 我们先不提 今天在中国时报的三版 说他省公帑 不铺脏 租房子有多简陋 等等 另外在中国时报 今天的头版二题 则是说蓝营基层很担心 郭台铭会不理智到底 因为先前不是被透露到说 他不知道麦克风没关 所以说某某人已经不理智了 大家就问他说 你说谁不理智啊 大家猜的都是韩国瑜 不过昨天郭台铭出来灭火说 这不理智的人是我自己 因为我投入参选总统 大家都说我不理智 而且我会继续不理智 坚持下去 他的意思是参选到底 但是今天中国时报 拉出来说 担心郭台铭真的会不理智 到底还用红体大标 意思是担心他会脱党参选的意思 这是中国时报 今天的头版二题 再来自由时报 头版头条说 首例监察院13比0 弹劾退休法官 这是今年自由时报 放在头版大标 来听听看是什么案子 是说高雄桥头地方法院 已经退休法官张俊文 在法官任内审理一个 被告酒驾设犯的公共危险罪 复制被告的检疫判决书内容 制作错误的判决书 而且宋达监委调查之后 认为整个过程 为师的事正相当明确 所以13比0 没有任何意义 弹劾退休法官 另外自由时报 今天头版照片是 46小时跨越黑潮 台湾防鼓州 抵达宇纳国岛 这是日本科学博物馆 为了验证 三万年前祖先的移民路径 跟我们的史前文化博物馆 合作的一个计划 今天自由时报 在头版用照片的方式 这个独木州 真的很成功 后来就抵达了 这个宇纳国岛 这一个计划 花了46小时 225.62公里 相当有趣的一个 算是实验吧 整个路线的过程 自由时报 头版照片报道 7点50分 我们要进广告咯 广告之后回来 继续掌握内夜的新闻 上班上课 注意时间 不要迟到7点50分 新闻网要改版咯 7月15 早早早 大家早安 现在是50分了 听广告 所以大概剩下两三分钟了 我要说明教第三天 大家有没有收到电话 我觉得我要放弃了 我觉得我收不到 我觉得还是省停了很久 但是也是没有电话进来 然后我现在看到现状状况 就是民进党蔡英文一人独尊 但是因为柯文哲 喊说两岸家亲之后 所以绿营方面 已经没有办法再票投给柯文哲 他们的支持者 对于他的两岸 其实是有点怀疑的 他的两岸立场 所以最后我相信 通通都是含泪投给蔡英文了 反而是国民党情势很微妙 以目前的氛围 因为韩粉 支持韩国瑜的支持者 他的黏着度相当强 所以以目前国民党的民调方式 相信对韩国瑜是比较有利的 你要走在家里守诗话 年轻人比较不会做这件事情 如果说韩国瑜出现 韩粉一定投给他没问题 但是呢 如果是这个朱立伦出现的话 或许韩反韩愿意投 但是郭台铭 我想韩粉很多是讨厌的 所以不会投给他 这票是投不下去 那支持郭台铭 基本上就等于是反韩 很多是反韩的 所以郭台铭如果出现 我相信 这个反韩的人呢 他们也不会把他投给韩国瑜 如果韩国瑜出现的话 支持郭台铭票投不下去 所以最后国民党 势必会分裂来对 民进党或蔡英文 7点52分 欢迎回到中网早报新闻 我是谢燕荣 好来关心的是 今天内夜的新闻重点 好今天的在社论部分呢 中国时报跟自由时报 不约而同都在骂郭台铭 中国时报说 郭台铭的小心机 跟大蒜盘 口口声声说 绝对不会脱党参选 但是呢 又不肯去签这个团结的协约 这是在中国时报 质疑郭台铭的部分 而自由时报则质疑郭台铭说 好吧 那你现在要蔡英文 坚持戴国其貌 但是中华民国这个东西 到底象征的是什么呢 是一个大家已经 要抛掉的一个符号标签 这是在自由时报社论方面 提出来的一个观点 而联合报今天社论 则是来批评蔡英文 过去几天 大家在讨论说 谁怕谁 所以联合报今天社论说 其实蔡英文向来表现 就是他连民意都不怕 他还怕谁呢 所以觉得说 这恐怕是 选民大家要看清楚的部分 这是三报 今天社论主要论书的重点 好 再来听到的是 政治焦点 还有一个话题 除了我们现在看到 台面上的人 大家记不记得蜂蜜柠檬呢 来唱一段歌 或许可以唤起大家的回忆 他昨天出来说 他要成立白色联盟政党 今天正式成立 而且推反落跑条款 要抢韩国瑜跟柯文哲 你当选市长之后 你就要把任期做完 怎么可以落跑去选总统呢 所以他说 他要成立白色联盟 而且要推选 十位这个立委参选人 这是吴厄阳 在记不记得去年 在年底 县市长大选的时候 一炮成名的吴厄阳 蜂蜜柠檬 所以今天在自由时报 把他成立的新政党 放在政治话题版面 相当显著的大标 登革热警报误发 昨天疾管署出包 全台除了台南开山里之外 大家也都收到了这一则 登革热的手机紧急警报 简讯说 您所在的地区 开山里有本土登革热 疫情做好防文措施 很多人说 那开山里到底在哪里 马上开山里变成热搜的 关键字 所以今天变成全台湾 最大的一个理 当然登革热疫情的状况 要怎么防文 以及开山里昨天 因为简讯而 这个大红的整个过程 今天早报也都有报道 昨天包括机关署的书长 专人祥 以及行政院长 书贞昌都出来 针对这个部分道歉 自由时报的焦点新闻说 额虐悲歌去年通报 5.5万件15人死亡 台中受虐女童 转到普通病房 妈妈说希望 不要再虐待我们的下一代了 不要再有任何孩子受虐 而额虐的新闻 自由时报今天放在300 而好消息是 这个女童 已经转到普通病房了 好长容开除机师 法办空姐 呛给反罢工送餐 加料言论可能会影响到非安 所以在长容部分呢 有一些法律方面的追究 高中值得免试入学 录取率创新高 而国教署说 接下来会探索大家的现象 时间7点55分 很抱歉我们时间到了 没有办法再提供 体育新闻稍后 大家可以看画面 继续来听今天的听懂新闻 哥哥你在推什么呀 我在听新闻啊 新闻我又推不懂 听听懂新闻 就可以听懂新闻啦 听懂新闻 大家好 我是中广编译叶博弈 空气品质指标AQI 把原本四级的空气品质警示 改为六级 各级学校悬挂的空气品质旗帜 也改成六种颜色 今天的听懂新闻 我们就要帮大家再复习一下 AQI指数的解读方式 AQI的中文名称是空气品质指数 英文叫做Air Quality Index 简称为AQI 它是定量描述空气品质状况的指数 数值越大 级别和类别越高 颜色越深 就代表空气污染状况越严重 对于人体的健康危害也就越大 根据环保署的定义 空气品质指标是依据监测资料 将当日空气当中臭氧O3 细悬浮为例PM2.5 悬浮为例PM2.5